道路比之宽广 骑士一面而来 却在这个路口与兵士车对撞 驾驶似乎来不及反应 当场傻在那 回到现场双向都是绿灯 双方却陆中央撞成一团骑士弹飞 而他的机车也当场解体 严重车祸发生在29号上午10点半 救货车赶到新美市淡水潜水湾附近 看到远景在现场指挥交通 轿车失控 闯到电线杆 机车衰烂 骑士更是伤得不轻 好几名热心路人撑伞围在旁边引导救货人员 警方调查21岁蔡姓骑士是军人 当天骑红牌重击回营区 没想到穿越马路与左转轿轿车发生擦撞 当下意识模糊 腹部撕裂伤 左上臂疑似骨折 开兵士的88岁陈姓驾驶胸口闷痛 两人紧急送医 疫情三级警戒整体事故率下降 但是死亡车祸并没有因此减少 警方统计了78个肇事热点 提醒驾驶们千万小心 新北警方找出78处肇事热点 统计前三大危险路段 短短一个半月 新庄中正路81件车祸 综合景平路39件事故 半桥中山路二段也有28件 超速闯红灯 唯一规定转弯是肇事主因 而机车事故状况又高于汽车 疫情期间通勤人数减少 车流量变低 驾驶人在路上看似自由度提高 但别让油门一个不小心催到底 当心速度一快 危险性也相对提升 机方将增生移动式测速 还有长镜头照项 取缔违规加强预防 TVVision丽雅丹里节 新闻市场网络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